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没有做好这个国台办点的菜吗 绿媒就爆出说有资深媒体人爆料说 是陆媒记者直接全程来盯上整个政论节目的录影 介入了电视台节目的制作过程 讲得这么具体 甚至还有所谓的新华社记者的名字 那请问这爆料的资深媒体人是谁呢 又是哪一台被介入 怎么却不敢拿出证据来一枪毙命呢 好 媒体人谢寒斌就说了 其实这影射是超级明显的 新闻部人这么多 如果这个新华社记者有名有姓的这个人 都已经出现了 谁不认识他 如果他一直在某台新闻部出现的话 没有人知道吗 国安单位不会注意吗 要瞎掰也要有概念吧 唯一指名道姓的这个人 已经离开了台湾 根本是死无对证 国安单位如果查不出来的话 那造谣或者是假新闻是该当何罪呢 难道真的是因为影射的杀伤力最大吗 好 针对这件事情 谢龙介委员当然就要去这个质询了 他就直接问了 他说大陆派人来监视媒体耶 明知道他在监视还操作 是不好意思抓人吗 还故意放他走吗 真的有这件事吗 好 陆委会主委秋锤正怎么回答呢 他说他是因为轮调 所以已经回去了 我们会和文化部一起来行政调查 哇 谢龙介也爆气了 他说还没有调查 就已经可以爆成这个样子了 这个柯志仁委员就说呢 国会改革完之后 现在已经是全台到处 都是匪谍了 真可笑 下一个议案其实就是NCC的人事权了 只要名单被否决 那就是中共在下指导期了 这是不是就是柯介明 民进党的套路 已经准备好在这里了吗 果然我们就看到这个绿营的立委 吴思瑶他也跳出来说话 他怎么讲呢 他说你看呢 其实中共就是中央厨房提供食材和配方 然后国民党是中博塞 民进党民众党叫做二厨或者是学徒 要炒成大陆要的舆论是这样子吗 是不是真的担心NCC人事表决会输水 就赶快先来祭出了抗中抹红的大绝招呢 而这报道的绿媒现在也出来说话 他说报道都是有所本的 哪一家电视台呢 这个是消息来源的 所以这个是有保密的问题 我们要保护消息来源 你们各家媒体如果很好奇的话 你自行去求证啊 所以就是告诉你说 我就是不会告诉你是哪个电视台 你能够奈我何呢 所以这到底是造谣还是真有其事呢 毕竟好像很熟悉的操作 怎么好像似曾相识呢 还记得吗 2019年的7月当时的金融时报 就报道说国台办向中国时报 还有中天电视下了指令 结果中央社就引用这个报道 而且还用国台办控制台媒 吹捧特定参选人作为标题 改写变成了新闻 那么当时时任中国时报的社长 王峰非常生气地跳出来反驳 他说你们中央社的社长张瑞昌 没有适当的求证跟平衡 这跟做假新闻有任何的不同呢 为什么他这样说 因为张瑞昌自己过去 就在中国时报任职20年 有接口国台办的电话吗 你倒是出来说说话呀 国台办有交代你怎么做新闻吗 如果真的有问题的话 那你张瑞昌是不是也难辞其咎呢 好啦事实上当时啊 这件事情也就是所谓国台办 有没有指挥中时中天 做新闻的时候呢 马上就有人跳出来 讲了很多法条啊 包括说有没有违反 贵广法的第27条呢 电视节目广告内容 如果违反法律强势 或是禁止的规定的话 制播新闻违反事实查证 损害公共利益 那可是要挨罚20到200万 而且最重可以停播哦 再来 如果你是违反了国安法的 第二条之一啊 也就是为大陆发起资助 主持操纵 指挥发展组织 意图危害国家安全 或者是社会的安定的话 那罪更重啊 处七年以上的徒刑 而且还要并科 五千万到一亿元的罚金 所以啦 哦 看起来这个是 事情很大条耶 结果呢 到现在为止 报导的媒体 不用告诉你 他所指控的是哪一家媒体 而我们的检调 我们的NCC 不用调查吗 这不是很奇怪的一件事吗 所以我们要请教一下立文 如果这事情是真的这么严重 竟然还把当事人给放走了 这叫保护这个隐匿 这个犯罪者吗 如果说又是一个抹红造谣的话 造假的媒体 如果罪责这么严重 难道检调都不用查吗 他一定是假的 为什么我敢这么讲 因为他如果是真的 然后如同今天 包括什么卓榮泰啦 然后呢 这个 我们的陆委会啊 还有呢 吴思尧啊 民进党党团啊 好 今天府院党已经口径一致 全面出动说 就是有这件事 那太好啦 那不就被民进党抓到了吗 这不是求之不得吗 民党一天到晚说 有人家来这边做认知作战 一天到晚说 台湾有多少地无纵队 一天到晚就说 匪谍就在你身边 现在不是抓到了吗 那你认为 民进党会一直等 等到他跑了 然后才说有这件事 哎呀 告诉你们有这件事啊 可是 哎呀 真的不巧啊 这个人跑了 你认为会这样子吗 如果这件事情 真的像民进党讲的 证据确凿 那如果没有证据确凿 卓榮泰身为一个 堂堂的行政院长 他可以信口开河 空穴来风 他可以这样子 入人为罪吗 真的这么敢吗 他就是这么敢啊 那如果像他们讲的 证据都掌握了 人证物证确凿 早就抓了 还等他跑吗 那如果还等他跑的话 那我就怀疑了 民进党里头潜伏的匪谍 更多了 不止赵天龄一个啊 对不对 一定有赵天龄 二号三号四号五号一百号啊 否则的话 为什么明明知道 服务党每一个人都知道 结果没有人要管 等到这个人跑了才出来 大声的嚷嚷 然后说 我们政府什么鸟用都没有 因为人已经跑了 这不是非常的荒唐 很好笑吗 从这件事情 你就可以看到 从民进党的动作 你就可以看到 全部都是民进党在造谣 在认知作战 吴思耀说的 有一个中央厨房 然后呢 政党就来配合 宗扑塞和二厨 然后呢 来对我们台湾的民众 做认知作战 他为什么讲得跟真的一样 因为民进党就是这样干 而且干了二十年 这就是民进党的做法呀 而且苏贞昌当行政院长的时候 还现行犯被我们抓到了 中央厨房就在行政院 大家还记得吗 所以今天民进党的府院党 就是中央厨房 然后拿我们的公堂养1450 养中央厨房 耿涂什么论书 通通都做好 做变的啊 然后后面呢 他就会发动 三明治 开始做假新闻 哦 这个我告诉你 你要把历史上 三明治所做过的假新闻 我们今天这个节目 一个小时不够讲 所以很抱歉 没有办法帮你回顾历史 因为实在是太多了 不生美局啊 三明治就做假新闻 做完假新闻之后呢 民进党党团就随之 扑上开记者会说 哎呀你看发生 这么严重的事情啊 又是怎么样 怎么样匪爹就在你身边啊 对不对 蓝营又怎么样通匪啦 中共又怎么样下指令啦 等等的 就讲了一大堆 然后呢 他们的党团讲完了之后呢 民进党的侧意 就全部舆论跟上 这就是民进党一贯的套路啊 这还新鲜吗 一点都不新鲜啊 我们一天到晚 看民进党这样子 自己自己造谣 然后自己在那边 把所有的在野的力量 还有所有批判民进党的力量 就是把你扣帽子啊 把你贴标签啊 把你查水表啊 这还是新闻吗 这也不是新闻啊 但我告诉你 今天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 蓝钦德是什么个性 蔡英文都秋后算账了 对不对 受害者还在我们楼上 叫中天 你认为蓝钦德 这种小家子气 这种记仇记一辈子的人 这种鸡肠鸟肚的人 他不会秋后算账吗 他现在就在秋后算账 哪一家电视台 这家电视台过去呢 他其实没有明显的政治立场 甚至他做很多的民生啊 有没有娱乐的新闻 然后呢 其实很长一阵子 对绿营是有一定程度的友善 他不想要碰政治 但是过去这两年的大选呢 对民进党来讲 他就是明显挺蓝的嘛 所以啊 所以现在蓝钦德 就要秋后算账了啊 可以这样 让你真的来监督我民进党吗 或者是不支持蓝钦德吗 难道你没有看到前面血淋淋的中天的例子 你还敢吗 我现在开始出动了 多狠 多狠啊 第一招出的就说 你根本就是拿阿贡的钱 也没有狠狠 就老招嘛 之前也是这样对付中天的啊 不是吗 刚刚不就举例了吗 完全空穴来风 自己编故事 没有任何的证据 还跟假的跟真的一样 第一个被控红帽子的是谁 第一个被打入十八层地狱的是谁 不就中天吗 然后呢 现在呢 就换了 换中自辈的 已经被清算过一次了 现在换东自辈的啦 好 就这样子啦 所以这家电视台 基本上 他其实就是 去用点油做技巧了啦 你要得罪当道 就是要来 秋后算账了嘛 然后呢 他一步一步出手 他就让全台湾人看清楚 我们讲 执政八年之后 不但没有政党轮替 我还换了一个 更狠的赖清德 心眼更小的赖清德 你们这些人 你们自己好自为之 民不与官斗啊 你做生意的 你自己就自己明白了 你不要再去跟什么 张其楷勾勾搭搭 什么葛如君勾勾搭搭 朋友都不可以交 那你都不可以给他们 不然的话你就被查碎 大概就是这样子的意思 绿色妖风啊 就开始绿色恐怖就在吹了 民党只会这一套啊 这就是赖清德的作风啊 我现在就跟你们预告了 所以啊 这位东自辈的电视台 皮绷紧一点啊 小心一点 不过大家就说 怎么好像似曾相似 是耶 deja vu我又出现了吗 英国金融时报 2019年报导说 大陆的国台办呢 就向中石和中天 直接下达了编才的指令 中央通讯社呢 还立刻来引用报导说 哦有国台办 直接控制台媒 吹捧特定的参选人等等啊 下了狠狠的标题 还改写成了新闻 当时的中央社社长张瑞昌 其实曾经在中国时报 担任过20年 而且呢 身份呢 他的这个职位达到了总分合 结果他完全不向中石来求证 就被质疑说 难道你是张瑞昌接到了国台办的电话吗 结果这一次竟然又出现了熟悉的操作吗 当时的陆委会啊 可是马上就跳出来附和说 哦哦哦 这个就是大陆的戒选哦 而且还拿出了国安法来恐吓 说最高可以开罚1亿元耶 啊这次绿营似乎又在把矛头对准了另外一家不配合政府的电视台吗 难道过去啊 拿来修理中天的这一套又要重演了吗 汉庭怎么看 看到这一罐茶 乐观的人会说还有半罐茶 悲观的会说只剩半罐茶 绿营的会说 这是中共同路茶 对吧 这是一杯卖台的茶 那现在电视台的这所谓的新闻正是如此 这首先的自由时报这一名记者呢 他过去也是曾经多次写这种抗中保台新闻 然后呢乱写由玉兰委员 后来呢也判赔20万 所以呢过去是有假新闻的前科的 而再来这一次报道里面所引用的所谓爆料者资深媒体人 竟然是个不具名人物 好奇怪 如果真的有一个资深媒体人 他看到这些事情罪证确凿 他为什么不具名呢 如果是我的话一定大叔特叔啊 他这个样子可以绿营的政论节目通告上不完呢 为什么不敢说真话 为什么呢不敢大方表示说他是谁 然后在哪家电视台清楚的点名呢 那过去以来的中天很显然的 就是受到当局的打压 然后呢过去周玉寇也是骂 哎呀这个望中是红媒啊 结果呢判赔败败诉 所以一切都是造谣 那么现阶段来讲当然是如此 民进党对媒体的态度是如出一策 就听话的媒体就给你标案啊 就给你案子啊 给你很多的奖金啊 把里面的人呢变成我的派系啊 然后呢还可以直接当成我的委员啊 那如果是不听话的媒体呢 就封杀就关台就警告 就NCC去韩 现在啊比较客气了 现在是透过这个事件来稍微给一个小小的警告而已 对吧 我也没有具体点名是哪一台啊 我也没有具体点名是哪个节目哪个制作人啊 但是知道的人 被点名的人他不知道吗 他当然知道 那他知不知道为什么会被点名 也知道 那他未来该怎么做呢 那就是听话嘛 少骂民进党 未来这个国民党的来宾不要再请了嘛 民众党的来宾不要再请了嘛 要做政论就是全部都讲民进党好棒棒啊 他只能这么做 先前啊 绿营才痛批 哎呀你看 大陆怎么可以惩戒民嘴呢 这叫专制 那人家惩罚专制 人家惩罚民嘴 就是民嘴造谣 那么结果现在呢 那我们要去惩罚这所谓的节目啊 也是透过造谣在惩罚节目 那我看起来民进党的做法比大陆坏得多了 那么目前来看 就着弄太面对这件事情 继续胡说八道 他都说哎呀 这个所以NCC很重要 这到底关NCC啥事啊 如果真的有所谓的大陆人 然后直接来台丁哨来管控节目 这应该是安全单位要负责 NCC是无法可管 也没办法负责 那实际上最不需要负责 因为最应该砍掉的就是NCC啊 因为在政论节目上 如果胡说八道 NCC呢 还会稍微管一下 尤其如果是不听话的 那NCC就会管 可是平面媒体胡说八道 NCC管得到吗 管不到啊 就如果今天是我在政论节目上 讲说哎呀 你看有某某官员然后来啦 做这件事情 是在政论节目上说的 哇 NCC就要开罚 但是今天平面媒体 胡说八道 NCC罚得了吗 NCC不会罚 所以目前更应该管的什么 就是管这种平面媒体才对啊 这种的造谣竟然 没人能罚 再来一个呢 就邱锤正接受质询的时候 人家问他有没有这回事啊 他说有啊 要调查 那你都还没调查 你怎么能够知道有这回事呢 你这是什么卫审先判 更何况这个大陆记者呢 竟然就还已经走了 然后呢 目前在台湾 竟然报道的媒体 连这记者是男是女 都搞不清楚 所以完全就是大乌龙 那当然对民进党来说 不能说是乌龙 因为本来就是要运用那一句话 影射的杀伤力最强 反正现在就各种的绿营节目 或者是所谓的地方乡下 早就在传啊 他们当然也不知道具体被点名的 那一家所谓的节目是谁 但他们就会恍惚之间就讲说 你看啊 现在这个骂民进党的 都是这个中共在控制的 你看这个节目什么什么的 全部都是中共 绿营要煽动的就是如此啊 沈柏良竟然还讲说 其实他早就收到这件事情 只不过没有第一时间 咆哮出来开记者会 那好奇怪 所以他也觉得民进党那记者会是一种咆哮了 对吧 那么到目前为止到底有什么证据呢 没有证据 就全部都是胡说八道 所以绿营透过这种平面媒体散播 散播完了之后呢 民意代表出来开记者会 然后政论节目 接着继续狂批 这才是认知作战一条龙 好媒体说有大陆的官媒 在丁绍政论节目的制作啊 而且是一个资深媒体人出来爆得料 他说他们的报道是有所本 而且要求各家媒体你自己去求证 但是国台办也跳出来怒斥说 这个是彻头彻尾的假新闻 是恶意抹黑攻击大陆 恶来这个误导民众啊 认为是用心险恶 好了但是呢 事实上呢 其实我们大家都还有印象 在2019年的时候 也曾经有过一件事情 就叫做王立强 他向澳洲的媒体爆料 自己是个供蝶 而且呢 是受到了向心夫妇的指示 介入了台湾的大选 当时的民进党 也不也是服务养党所有的媒体啦 然后呢 这个甚至是测译啦 网媒啦 群洗开战 结果呢 历经了四年不断的各种司法战 到最后是向心夫妇无罪确定 现在正值这个NCC的人士同意权 准备呢 要来表决的时候 突然又出现类似的这个抹红的事件啊 所以我们要请教一下齐凯委员 现在人家说你们是二厨啊 难道这个王立强事件2.0版又要出现了吗 我要先跟立文抗议啊 我以前当来宾的时候 一上你什么火线双交 你也没有给我脚本啊 我也要跟我来给我上 人家国台办没有给我钱啊 我后来来宾去当主持人当了16年 我也要跟我说来宾道歉 我没给过你脚本啊 这个老讲这件事情 这个报道我觉得看起来不像是新闻 好像是小说 它至少两大外行 三大不可能 我说它不是一个新闻报道 它是一个小说 它为什么外行在什么地方 它对政论节目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外行 台湾的观众常常都在看政论节目嘛 对不对 政论节目没有脚本 我们觉得怕也不知道拍戏怎么会有脚本 它就看你 平常像你在看那个网路 或者是看那个报纸一样 大概就是一个标题 标题下下去的时候 来的来宾可能各党都有 对不对 各党看那个标题 他各自讲的方法 国民党的民进党的 台湾民众党的是五党的 新党的讲的都不一样 那他随时那个 从那个标题里面 随时像乒乓球 你都一直在丢新的问题啊 就像远玲 你现在是主持人对不对 你给我一个标题嘛 对不对 那我讲完话 你随时就丢进来了 我像乒乓球马上再打回去啊 他不是在拍戏啦 所以拜托第一个 太外行了啦 怎么会有脚本呢 这是第一个外行 第二个 台湾的 台湾的那个名嘴 宿主性非常高 还有大陆的那个记者 敢在里面盯场 有吗 这是第二个 非常非常大的这个外行 如果真的有的话 我看那个 当场如果看到 有大陆的那个记者 不要说是大陆的记者 在那边盯场 有任何的老板进来盯场 或者其他人在那边盯场 我看很多那个名嘴啊 麦空一把就走了 我以前主题接下来 民进党那个代表来 来上节目呢 他以前讲到不高兴 麦克风真的一把 他就走了 但不管你现场 开天窗 还好六个来宾 他走了一个 我还有五个 当场就真的就走了 所以有两个外行 没有脚本好不好 第二个 不可能有人盯场 另外三个 非常不合理的这个地方 大家知道吗 大陆的 大陆来台湾 驻台的这个记者 是被 严格要求 非常的严格 这边来 三个月而已 你要来之前 非常严格的要求 第二个 你来这个时间点里面 很多的这个采访行程 是受到很严格的 这个限制的 他战战兢兢 你特别 你顺便是说 你想要去拜访 或者要提出一个 什么新的这个采访 你要先报备 常常都被捕毁 他胆子有这么大 他在那边已经战战兢兢了 他还敢去那边盯场 这是第一个不合理 第二个 哪个电视台胆子这么大 中天都被关台 要怎么样 要跟中天一样被关掉吗 哪一个电视台胆子这么大 拿中国大陆的钱去做节目 第三个 名水刚才说的 名水也不愿意 所以怎么会想出这样一个 小说的那个情节 在台湾的政论节目 怎么会出现 两大外行 三大这个不可能 好 那拉回来你刚刚讲的 问题是 为什么自由时报敢这样报 民进党现在立法院党团 就开始开始记者会 一直在共这个议题 等于要共这个议题 2019年王立强那个事情 他是王立强是去跟 澳洲的媒体 他是等于去自首 他说我是那个 向心他们 他们指导我的 他们派我来了 那至少人家王立强还站出来 这篇自由时报是念 一个不具名 这个资深媒体人 连名字都没有 可是你看 这个事情的商害有多大 这几天 我们这个台北的政坛 政坛跟这个媒体间 都要开一个玩笑 当中的 最后的节目 你是明天资深媒体人 问到现在吗 没有 没有个人承认是资深媒体人 而且你看 他讲的是过去的这个事情 他当然指的是某个电视台 讲了一个某个节目 我认为这个是 应该也不是这个电视台 也不是这个节目 那好吧 OK 你说你去污蔑人家 或者影射人家 我问 那段时间去上过这个节目的人 他没有去 没有去骂过你民进党 主题里面也没有设定 去讲中国大陆的好话 你怎么去这样去影射人家电视台 怎么去影射个人 像问题是像 你看王立强那个案子 2019年 他这样一口咬定完之后 媒体一直报道 然后消息一直出去 选举就是这样 韩国瑜落选 韩国瑜这样可能掉了很多票 蔡英文就当选 就过去 那不是只有这个案子 我再举一个例子给他听 港管理自由时报 2009年的10月 自由时报做头版头 他头版头是什么 什么内容 那时候民进党正准备要选东朱胜 有一个人想要选这个党主席 就是很有名的蔡同荣 蔡同荣以前是很有名的 我自己的 他两个形象很鲜明 叫做蔡公投 他一辈子都要推公投 第二个 他常常穿短裤这个 剑跑这个 这个长跑的这个剑将 形象算不错的 可那天他竟然站出来 在自由时报的这个头版里面出现一个说 他指控当时的国安会的秘书长苏奇 他说苏奇把台湾周边海域的水温资料 提供给中国大陆 怀疑他的国家忠诚度 苏奇很想起 当然他又跟蔡同荣 一审蔡同荣就输了 判刑有机徒刑六个月 二审的时候还三个月 你看我刚才说的 蔡同荣在我家企业 形象本来不错的 被他这样一搞 还背了一个官司 还败诉 那后来陈凤馨有出来讲这个事情 凤馨有透露说 他后来有私底下听人家讲 蔡同荣怎么说 说那不是我说的 那是自由时报提供的资料 他说要一个人挂名 所以自由时报是有前科的 所以你看从王立祥这个案子看来 一直到自由时报 上次蔡同荣讲书记这个案子 媒体有时候真的 报导完之后你要去求证 所以我在讲求证的这个事情 现在陆委会也说有 他说跟文化部 他一直行政调查 对不对 那就赶快赶快查 你不是也在影射某个电视台 某个电视节目吗 对不对 我再提供 你现在消息的来源是谁 自由时报吧 自身媒体人吧 但这个自身媒体人到底没有存在到 其中我是画一个温暖 可是你来源就是这两个嘛 你要赶快去 那是AI生成的报导 会不会是跟那个民进党 那个AI机器人 那些图源是AI生成的 他报纸上面那个图是AI的 图也是AI的 大家都在猜那个图 那个摄影棚是哪里 当然跟着我们这边不像啦 不过后来看起来 后来发现那个是虚拟的 虚拟的 好 那你要去查自由时报 问清楚消息来源自由时报 还有这个 甚至如果真的有这个资深媒体人 虽然是不具名 你要查到他 另外有个证人很重要 有个沈柏阳 沈柏阳今天出来说 我两个月前我就知道了 那他是证人对不对 他不管是不是有掩护 而且应该问沈柏阳一下 你怎么会比我们先知道 我们都不知道你知道 你的消息会不会从对岸过来的 沈柏阳要问清楚 他为什么会 他如果不是统战部的 就是CIA的 不然的话怎么会 我们大家都不知道 他都知道呢 第五众队在哪里 他也知道 对不对 这个国台办 哪里花钱做了什么事 他通通都知道 国安团队赶快去撒 赶快去撒 把真相追出来 对 这媒体就报道说 有我们的这个国内的政论节目 是已经被渗透了 谈话的主题都是 大陆官媒助台记者在盯场 而且点菜的脚本 被指控的电视台 其实已经出来反驳说 这根本是毫无根据的报道了 结果报道的媒体说 我要保护消息来源 不给证据 你们大家自己去求证 陆委会也说 我才要调查而已 但是绿营的政治人物 从上到下 已经开始对政敌扣红帽了吗 包括我们的格魁 甚至还说 这凸显了NCC的重要性 万一之后 被证实这是一个假新闻的时候 会有人出来道歉吗 我们要请教一下宝博士 因为宝博士是区块链的专家 从你的角度来看 一个标榜自己 要当开放政府的一个政权 如果是这样的作为的话 它有名时相符吗 那如果说百姓认知作战的来源 竟然是执政党的话 那我们民众有办法 用去中心化 来让自己 避免这些假新闻的干扰吗 好 我们来做个实验 今天如果假设我在这里说 我刚刚看到猫王走过去 我看到这个玛丽联梦路 刚刚在这里唱歌 各位会相信吗 一定不相信吗 因为要眼见为凭 你没看到吗 对不对 好 那我们说眼见 还不一定为凭 各位观众 你现在是不是看到了 葛如君宝博士 你确定吗 会不会我是用AI生成出来的呢 对吧 几个月前呢 我就在总质询的时候 质询了前行政院长陈建仁 我就在这个议场里头 放了两段影片给他 请问哪个是真 哪个是假 哇 结果我们的这个盛骑士啊 高级知识分子 同时呢 也是院士等级的 他没有办法分辨 所以眼见还不一定为凭 事件之后呢 我们当时的述发部的这个部长 前部长唐凤 就说了一句名言 只要接下来你看到的东西 没有电子签章的 一律都应该觉得是假的 好啦 那请问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 所谓的黑影床床的新闻 大家看到谁的数位签名了吗 大家看到谁的实体签章了吗 今天就算他弄了一张照片给你看 他有告诉你这是什么时间 什么地点拍的吗 所以其实我们现在这个时代 在讲述任何的事件 都要提供证据 而且这个证据还不能只是文字 还不能只是图像 为什么 因为现在随时都可以生成嘛 按一个按钮可以生出一段话 按一个按钮可以生出几张图片 我甚至透过OpenAI 最新的SORA的这种AI生成的影片 你可以看到如假包换的影片 产生在你的眼前 人类的眼睛已经完全没有办法分辨了 那到底我们怎么样才可以做成 是真的假的的辨识呢 其实我们就认为政府就应该要 带头去用所谓的电子签章 区块链上链的技术 在5月17号 我们做国会改革法案的时候 有很多人啊 这个见到黑影就开枪啊 说你们在那边吵架啊 这个议案的这个更正的动议 都没有公开啊 哪没有公开 我回去以后马上把文件上链 上链了以后 哇这个所有的这个各党派的人士啊 还有关注这个事件的人 马上就闭嘴了 没办法讲了 为什么 时间啊 文件的内容 全部清清楚楚 在区块链的平台上面 没有办法篡改 没有办法说 哎这个是假的啊 没有办法说 这个是事后才传的 所有时间戳记都没有办法改变 现在从CNN到各地的媒体 他要报导新闻事件的时候 他不是手机拿一个相机来拍照 就发出去 他还要去上链去验证说 这张照片是什么时间 什么地点 在什么地方拍 有谁在里头 都要清楚的验证 做数位的签名 做所有一切记录的验证 而且不可以随便修改 这个才是我们现在 所谓开放 所谓AI 所谓清廉 所谓公开透明公正的政府 应该要带头做的 不是吗 结果现在反而是 不知道是谁 不知道是什么内容 结果呢 我们真的想要知道 事实真相的时候 什么都不知道 我们认为 真正应该要运用科技 让所有一切真相 来清楚透明的 摆在所有人的眼前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今天在金德开了第一项 申请视线之后 监察院现在也宣布 要来跟进 好我们看到秘书长 李俊逸跳出来说话 他说调查权是 专属于监察院行使的权力 不容侵犯 如果立法院执行调查权的话 会让行政机关疲于奔命 权力集中在立法院 变成宪政的大怪兽 好这个是监察院的 秘书长李俊逸 可是2012年还有一个 这个立法委员李俊逸 当时他怎么讲呢 他说如果立法院 没有听证调查权的话 就有如没有牙齿的老虎啊 好了还有他一个父亲 其实就是宪法的泰斗 叫做李鸿喜教授 当时他还曾经提了一个 台湾新宪法的草案 推动国会改革不是吗 所以难道现在为了监察院 为了承局院长的意志 还要打脸自己 还要打脸他的父亲吗 好我们可以看到 为什么大家这样怀疑 就是因为2018年 当时年金改革法案 监察院也召开过院会表决啊 当时是14比11之后呢 通过才会申请试线的 就这次完全没有表决 怎么就试线了呢 难道是承局一个人的旨意吗 好那么后来呢 这个李俊逸的说法是说 没有啦我们先前有开过会 大家都说就是要 朝视线的方向来推进啊 但是这个是没有投票的 这样真的OK吗 好再来啦 爆出啊 驻美代表余大雷 竟然好洒公堂 来买家具跟日用品吗 结果呢 就有白银的立委要求 应该要这个外交部 提供余大雷的购物清单 结果没有想到 拿到确实是有一份资料 可是这份资料 竟然是被列为秘贱耶 这什么东西 为什么连个驻美代表的 这个官邸采购的物品 都要裂密是怎么一回事呢 好当时啊 我们的外交部长林佳龙 他也当过立委啊 他当立委的时候怎么说呢 他说政府资讯 公开法 还有机密的法规 都不允许用这样的方式 来阻却立法院的监督啊 如果立法院无法查阅 要怎么省预算呢 就现在变成他是 这个外交部长之后 他的自己人 就隐匿资讯 没关系了吗 好再来 超司也很夸张 成立22天就可以拿标案吗 好2022年的8月啊 被发现原来是量采公司 取得了日本进口鸡蛋的输入许可 问题是 这个是一个医美诊所 它可以进口鸡蛋吗 而有经过正常的比价程序吗 再来啦 等到2022年的9月5号 每隔多久 就成立一个 资等了50万的超司公司 而2022年的9月27号 也就是超司成立才22天之后 中央税款会 就把要给量采的钱 直接付款给超司 这是怎么一回事 这超司它进口的鸡蛋 8800多万颗 还占了全国的六成 一个艺人公司 拿六七亿的标案 然后呢 竟然还可以像 这是有案盘吗 还是是借牌吗 为什么可以 他拿的标案 然后付钱给他呢 不是很奇怪吗 结果呢 我们的次长就被问到说 那到底请问量采 跟超司什么关系呢 次长很简单 给你一个大白话答案 他说我也不知道 量采跟超司 到底是什么关系啊 你花了七亿元 你是什么都不知道吗 好我们可以看到 监察院的秘书长李俊逸 他现在就说了 哎呀没有啦 不是院长一个人决定的啦 问题是 他说院会有讨论过 讨论过跟表决出来 有结果是一样的概念吗 再来啦 如果说连表决都没有 到底是全院有共识 还是根本就是院长有指示呢 宪法的诉讼法也规定 监察院必须是 在行使职权碰到争议 才能够视线啊 那请问一下 针对一个立法院的调查权 而且是未来的抽象的问题 监察院可以去提 这样一个宪法诉讼吗 立文怎么看 先直接讲答案 就是说当立法院 他呢要完成一个 国会的基本标配 就是说这个是一个国会 民主宪政法治国家里头的 国会的基本标配 有调查权 有听证权 可以处罚这个藐视国会 并不会去侵犯到 监察院的调查权 这是两码子事 监察院并没有被废掉啊 那现在提案要废监察院的 不就是也是民进党的 这些立法委员们吗 然后这个监察院 没有被废之前 他还是一样按照 我们现在所宪政规范的 去做运作 他还是按照他的调查权 去做运作 这个没有任何的违背 就好像说 今天立法院有调查权 我们的行政部门 通通都有调查权 他们的行政调查权 也不会因为这样 所以呢 就自动停止 我们的检察官 我们的检调 我们的警察 也有调查权 他也不会因为 国会有了国会的调查权 所以我们的司法调查权 我们的检调调查权 就从此被剥夺 被停止 所以他这个逻辑 是完全不通的 他是为了反对而反对 基本上呢 就是侮辱监察院 必须超然独立的一个 御史大夫的立场 沦为执政者的打手 就这么简单 李静逸就是靠霸一族 他的父亲就叫做 大家都知道的 李鸿喜教授 是我大学一年级的宪法教授 他真的很红 我们的教室很大 哇满满的 还有很多来旁听的 我当时好兴奋了 大学一年级 对不对 养目已久 久养已久的 李鸿喜的法学课 就去上了他的宪法课 哇上前面三堂的时候 因为他有三分之一都在讲笑话 他笑话很好笑 所以他上他的课就一直笑 一直笑 后来呢 我就把他的书 他这辈子也就写过这么一本书 就把他的书看完了以后 我才发现说 原来他三十年不变 他的每一个笑话都是一样的 他的课堂的内容都是一样的 所以上完三堂课之后 我就觉得没有办法满足我学习的欲望 然后呢就觉得不好笑了 因为我来上宪法课 不是为了来听笑话的 所以我当时呢就去 就去修了 就去上了另外一个老师的课 这个老师叫许宗丽 现在的司法院院长 你就知道台大法律系的问题 出在哪里了吧 那许宗丽呢 当年他刚从德国回来 他第一年就刚开始 在台大法律系教书 所以呢这就是两位 我在台大法律系的宪法老师 那很可悲的就是 他们呢基本上通通呢 都没有站稳了 作为一个宪法守护神的 这样子的一个地位 跟这样的一个超然的高度 尤其看到这个许宗丽 我真的是摇头叹息啊 三叹啊 真的是令人非常非常的感叹 所以呢回过头来讲 今天这个李俊逸啊 他就是完全靠霸一族 然后在民进党里头 后来他选举也选不上了 即便是在绿的地方 他也选不上了 然后可是呢 他今天还能够坐拥高官啊 一下在总统府任职 一下在这个监察院 所以呢 这个李俊逸的说法 其实基本上也是一种 政治的说辞 他就是在当赖清德的政治打手 为这一次的视线 编织很多不通的一个理由 我觉得这对台湾来讲啦 从司法院院长 我刚刚跟你们讲了 他们的过去 跟他们的出身啊 其实对整个台湾的司法界 真的是让人摇头叹息啊 其实监察院要视线 也是为了要阻挡国会改革嘛 我们看到民进党 砸了14亿来推述 身份证结尾立委所知 文件全涂黑 然后疫苗采购裂密30年 现在连个驻美代表花工厂 到底买了什么东西 什么沙发要花将近百万元 就竟然拿到的还是一个秘件 到底是国防机密吗 还是会有损外交关系呢 汉林怎么看 外交的官征败坏 吴钊燮也算是罪魁祸首 因为他上任之后呢 意识形态挂帅 然后任用这个清净 并且呢 到处的任用这些封印拍马 但是却没什么专业的破铜烂铁 所以过去呢 在驻妃的 驻太的 驻美的 都有许多的丑闻 而这些人也通通都是 吴钊燮上任之后 重点拔着的人士 那么尤其呢 像先前驻巴西圣保罗的 也发生了因为冯姓的处长 肖章 逼得呢 管员轻声跳楼 以自清的案件 到目前为止 外交部仍然没有做具体的回复 来说明事件的来龙去脉 那么当然了 现在为止 专业的外交人员 在外交部内 非常的苦不堪言 频频抱怨 那么回到 这个余大雷的相关事件 哇 他买了这个沙发 床 喇叭 他要干嘛 开party吗 然后呢 又买咖啡机跟地毯 是咖啡打翻了 所以要换地毯吗 就你作为一个这个代表 然后好奇怪 你为什么都不买一些感觉 跟外交工作有点正相关的东西 买的都是一些 个人福利的事情 好 那么接着呢 还有几件事情 他是认了 前面这些他不认 他说比如说 不到规定的时间就换车 他认了 然后公务车呢 没有用在公务 跑去做私人行程 他认了 带家人去看樱花 到目前为止 这两件事情就已经不对了 那么政风单位也好 或者是监察院 就应该要有所行动 那到目前为止 很显然的 当然都是睡觉 因为连过去蔡英文 都可以搭着空军去浮选了 你一个小小的外交人员 搭着公务车去赏樱花 又算得了什么呢 这是整个的 官真败坏 上下交相贼 那么于啊 后来就讲说 哎呀 我们希望国内的单位 也能够帮他公开 把账户摊开来 好 结果没想到 国内的单位不理你啊 外交部呢 是密件 对吧 而且呢 也没有想要公开 给老百姓知道 于大雷一定很希望说 如果他是冤枉的 他一定希望他的 每一笔账都公开的 给大家清楚 但是呢 外交部好像没有想要 帮他来说明清楚啊 是以密件的方式 好奇怪 这不就是此地无垠三百两 到底是有什么机密呢 你有没有买咖啡机 有没有买地毯 有没有买沙发 到底算是什么样的 国家秘密呢 当然我还在等 我在等民进党告诉大家 哎呀 这个也是很小心 否则会被中共所窃听到 哎呀 我们要这个抗中保台 我正在等民进党 抗中保台的理由出现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很奇怪 有一家叫亮彩的医美诊所 拿到了这个进口 输入蛋的一个许可 结果呢 中央续产会跟他买了之后呢 最后付钱给一家 叫做超私的公司啊 到底这亮彩跟超私 什么关系 农业部的次长告诉你说 我也不知道啊 他付了七亿元 结果他什么都不知道吗 好啦 结果我们看到 农业部说 这个过程当中 他认为呢 有行政的调查 并没有看到任何的问题啊 那亮彩为什么要配合超私 许长会为什么要采购付款呢 农业部到底调查了什么 什么都不用告诉老百姓吗 齐凯哥 亮彩跟超私之间的关系 实在太微妙了 亮彩去下订单 结果钱付给超私 然后呢 亮彩自己只有买了500多万颗 超私一架 拿了他五倍 2500多万颗 这就是目前的一个增结所带 我在前两个礼拜追 已经从二月份追追追 一直追到前两个礼拜 他开始把那个资料拿过来 他开始出这个问题 我那天来 我的助理拿给我的时候 有这个超私的这个资料 有这个亮彩的资料 亮彩的后面附了一个 还没有书 我就叫我的助理说 你去查一下 那个超私的那个核业怎么不见了 靠电器去找到 没说没合用了 没有核业买2500多万颗 这个会太含 这个就是一个大问题了 第二个 后来才发现 他竟然连下订单都是亮彩这边 我们就问两个很重要的问题了 第一个亮彩本身是一个生计公司 最普通的社长才知道吗 他本来做医美 他本来也没有在进口鸡蛋 没在进口鸡蛋啊 没在过去 前年到一个时间点 他的营业项目里面就多了一笔 进口一些农产品 所以显然看起来这个时间点 也是有很大的一个问题 所以我就开始 前两个礼拜又开始追他说 到底亮彩跟超之间是什么关系 结果 后来农亭业说几句话 他说我们 第一个我们也做了行政调查 发现两个行政问题 另外有一个是跟你两个之间 他用了一个字眼就很好笑 可能有一点点的关系 所以我们就把他送到检调去了 我就很高兴 他说好很好喔 你送到检调去 要赶快叫检调要赶快查 结果我执行完的过两天 那个彭文正在美国不在做直播吗 他就剪了 我那个袋子他就讲 他就提醒说 齐凯不要高兴 那可能就被盖牌了 就是他弄到检调单位去 要做什么事情 他就希望把这两家的关系 他们自己讲了 发现有一点点奇怪的这个关系 所以他送到检调去查 这里面当然就是最主要是我刚刚讲的 就是他为什么一个买那么多 一个买那么少 然后是买少的 竟然还是事先去订单的 那中间一定还有一些 我们到目前为止不晓得的这个关系 所以国商才会特别再去问 他问部长问不到答案 他就去问次长 次长说我不知道 他当然是说他知道 因为我不敢说 说实在 可是现在最大的问题 是属于我刚刚讲的 他现在看起来就是故意盖牌 他盖了牌之后 他说送到那个检调 他后面就在那个报告里面 他后来给了一个东西的 我目前发现行政调查 有行政问题有两个 他承认的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他去买蛋的时候 去日本买蛋 两年前去买蛋的时候 他发现两个行政上的问题 第一个违反了采购法 他说买蛋的钱可是没有问题 可是进来的时候 那个仓储的钱 大部分是农业部补助的 还有这个所谓的因素费用 所以他说这两笔是 采购上面是有问题的 第二个就是他发现 那个预算跟决算落差非常大 老实讲这两个问题他都承认了 那我叫他要去追责任 要去追责任 可是这个是行政 现在问题出在什么地方 出在 他属于书法上面的问题 他到现在都不跟我们讲 那像今天要发现一个更严重 还有朋友出来提醒我就说 不是只有检调在盖牌而已 他在一年多以前 快去两年前的时候 监察院也去查了这个案子 他也没有 那监察院昨天又出来了 你不要欺慕我的钱 所以看起来又有可能 所以我们现在赶快 跟时间要赛跑了 一方面要求检调 要查快点的投资 我们自己要赶快 成立调查委员会 我们自己立不安赶快要去查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请帮忙按个赞 最近新北有多名里长 竟然收到了自己被AI 变脸成主角的不雅影片 而且还被诈骗勒索 刑事局最后就建议大家说 哎呀以后我们上传影片 到公开场合的时候 要自己加个拂水印 就可以避免被利用来做成诈骗的讯息了 我们知道过去蔡英文被AI 换脸成不雅影片的时候 这个嫌犯马上被抓了 而且法务部长还火速在一个月之内 就帮他修法 结果现在我们的刑事局 告诉老百姓说 你以后如果要上传照片的时候 要记得加个拂水印 这样真的有用吗保博士 我想这个科技这样来解释 真的太落后了 如果你加了拂水印 是让人可以看得出来的拂水印 那是完全没有用的 AI可以直接移除拂水印 所以你要加的是 看不出来的拂水印 比如说大家常常在美颜有没有 美颜到人家都看不出来 这个才是有效的拂水印 以后你在美颜的时候 你就说你是在用防范AI 身为去偷你的脸 如果你去看Facebook的创办人 佐克伯 他从来不上传他小孩子的照片 就算要上传他都压一个皮卡丘上去 那你如果想说不要你的小孩子都是皮卡丘 记得要美颜用凶一点 或者你可以用像我这种看不出来的拂水印 我的这个眼镜 其实是每一个位置都长不一样 所以AI根本学不出来 每一个角度都是特别 完全没有对称 这个其实就是我的超级防AI拂水印 我现在告诉你 你也没有办法模仿我的脸 所以我想我们的政府 自己说自己是AI内阁 AI政府 就应该要搞清楚要如何对付AI 不要拿那种清朝明朝的做法 比对虎服 说家人打电话要记得讲通关密语 上传照片要用个拂水印 拜托你直接上网查一下移除拂水印 大概5800万种工具可以让你移除了 所以我想到底接下来有什么样的新的样态 是诈骗集团在运用AI的 不管是脸还是声线 我们的政府都应该要第一时刻的来了解 而且要告诉民众真正的处理方式 我觉得接下来 诈骗集团只会用更先进的技术 以前我可能还要打电话给朋友 骗他讲话讲个三分钟 我才可以用AI来训练他 现在只要5秒钟的声音 之前前几天 这个我们的同党委员 陈金辉委员 他突然在种质询的时候 声带水种发不出声音 我在两小时以内 透过他5分钟的声音 就模仿出AI灰灰音 做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 在国会用AI声音问证 我们把AI用在好的地方 我把AI用在眼镜上 来防范我的脸背声纬 结果我们的政府是用密语 用看得到的浮水印 来教导民众 来防范AI犯罪 这样感觉 应该要训练